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首先呢他们 我认为台湾的这个 这个毕业生可能跟大陆的毕业生不太一样嘛 我觉得他们这两个的话 首先性格是很不错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也交代他们 安排一些工作给他们去做 然后呢他们也特别配合 然后也交流了一些 就是他们在台湾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从整体来讲的话还是特别积极的 然后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台湾的学生跟大陆的优势应该是 我认为创意行业台湾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包括整个文化方面的东西 文创等等的 这块台湾是比较自由的 我认为比较自由的 做得比较开放一点 他们那边可能更多的是想法 我觉得更开阔一点 现在起码是年轻人的一代嘛 你首先得让他们先过来 这些实习生 来了解大陆文化 其实坦白讲 台湾我们也经常过去 其实两地的文化差别是不大的 所以呢 但是这中间就隔着 隔着一道海峡 很多东西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到 文创的话 我觉得我们以前去台湾 就是去台湾的时候 也经常去看他们那边的文创 一些东西 然后特别开放 特别开放 还是交流吧 首先是 我觉得商业上有一些交流是最好 因为通过商业的来交流 更直接一点 然后两地 当然也可以去做一些这种 沟通啊交流啊 举办一些活动等等 其实形式有很多啊 其实形式有很多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